另外就是把剛剛那個直樹的 這個部分本來是4圍圈 另外把它做版本管理 再複製貼上一個wire圍圈 那wire圍圈基本上 我講過其實 幾乎可以套公式 可以把它改出來 第一步就怎麼樣 把那個 就是就是 4改成wire 2的話把這個 把它搬到什麼 搬到它的上面 wire的上面 因為這是區邊 就把它搬過來就好 然後3的話 12 把這個 部徑 這個我把 因為要把它搬到哪裡 搬到這個後刮弧的上方 所以你就要知道前刮弧 後刮弧 Enter一下 你就要搬到這個地方 這樣一定不會錯 把它搬過來 然後 就完成了 就完成之後把它 Ctrl-Ship-F Ctrl-Ship-F 它就會幫你排整齊了 這個這邊排這樣 然後K 再來弄一下看一下 這邊把它輸入9 應該不是 然後再試一下 如果是 151 151 這是4嗎 4值數 沒辦法被整出 OK 那最後 你可以 再把這個 壞 這個再複製 再貼回去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度 度的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基本上 所以你會發現 一次你就可以寫三種回圈出來 不會有問題 那度的話 把它開起來 度回圈在 這邊 度回圈裡面 第一個 這個 搬到 這個後刮弧的 所以你要 注意一下說 這是後刮弧 你不要亂搬 因為我看很多同學亂搬 搬 就搬到那個 衣服的後面 你怎麼跑都亂不出來 所以關鍵地方就是我剛剛講 一定要把這個變紅色啦 因為浴室好像是灰色 看不太清楚 你就點一下 後刮弧的位置的 後面這個位置 絕對不會錯 看這樣子 搬過來 放開 再加個什麼 分號一下 在原來的刮弧前面加個 度 那如果 不整齊 Ctrl, Shift, F 他就幫你排整齊了 好了之後的話 Run一下 所以基本上 一定會跑進來 判斷一下 所以 第一步 進來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邊射中斷點 再去 再去Trace一下 那這邊 先輸入一個 9 按確定 不是 執行一下 151 按確定 是指數 所以基本上這樣改出來 沒有問題 那各位也可以順便 比較一下 FOR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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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 這樣的話 其實很快的 你就可以 是 FOR回圈